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齊立行來自台北醫學大學 好久沒有演講這個題目了 很高興也有人分享 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南部非洲 到台灣的基隆南暖 也從很久以前十年前到現在 2009到2002這三年 我在被台北醫學大學派駐在 駐非洲醫療團 去了兩個國家 斯瓦基蘭跟聖多美普利西比 那三年的經歷改變了我的一生 所以接下來就來講一下 那三年我們做了什麼事 跟後來 那明天就是2021年的Christmas 非洲的Christmas 有非洲人尤其南部非洲 承襲了英國系統 他們照樣過Christmas 所以我想 當然我們沒有看過 在晚上 長頸路跟斑馬會怎麼過到夜旦節 因為 非洲其實是會下雪的 但是平地不會 只有在非洲第一高峰 吉利馬扎路火山上面才會下雪 但是長頸路爬不上去 OK好 那 那 這裡是非洲特有的 Kudu 劍腳大領羊 很厲害喔 不過他們會不會拉雪橇 不知道 因為 沒看過 好 這個影片很有趣 2009年 應該是 過兩年前 2019年 他拍了 把十年前我們的照片 彙集在這裡 成為了一個影片 A True Friend 他玩開好 那 這位主角 Ashwado 我們兩個的表情很有趣 那 A True Friend 這段影片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As the saying goes Show me your friends and 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There's someone who who has remained by your side for decades and to whose presence you are so accustomed to You turn your head you find She's always been Always been there helping you 這是我們在醫療團時候的 石井的照片 的狀況 然後 religion or circumstances who respect you That's a true friend There's someone who never wants anything from you who's only concern is how to offer you more to enrich your life so that you can face the challenges thrown at you by an ever-changing word That's a true friend When life is going well you only sense her presence vaguely When adversity presents itself however you see clearly as she reaches out her hand to you But when she is faced with adversity you are bound by tacitly agreed rules and leave her in struggle by herself and leave her in struggle by herself life is not about what the race and instead it's about how we help one another over the finish line love is one word until someone's presence you have a meaning you have a meaning you have a meaning you have an invitation a seat at the table for she leaves no one behind and thus shall not be left alone taiwan can help ok 放得很快 那中間有一些我們自己的故事 待會兒講給大家聽 這是聖多美西非聖多美它的很漂亮的莊園 很漂亮 但是已經廢棄了 因為當年那是一個殖民地 葡萄牙的殖民地 我去過了兩個國家呢 一個就在斯瓦吉蘭 那後來改名字叫 Eswatini Santome Principe 西非的聖多美 就是剛剛照片上看到這一個 美麗的莊園 但是荒廢了 好 那我有很多興趣 除了我是口腔熱門外科醫師 也就是因為這個醫師的資格 所以我去了兩個非洲醫療團 幫忙他們做什麼 做手術 當老師 那 那三年結束完以後 回到台灣 繼續在北醫副醫當醫生 但是同時呢 還每年有一次的機會 大約兩週 從2014、16、17等等 到2019 再度被派回去 斯瓦吉蘭 幫王室、王家 幫國王他們做健康檢查 好 那 接下來我的志願跟意向是在法醫學 我做身心靈全人照顧 也參加了 育力 ACPD育力醫療醫院 直商 因為是課程 所以當然我們有小問題 大家我們的意向中 在非洲 或是開發中國家 他們比我們 呃 起步的比較晚 那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傳染性疾病 很多呢 那那些傳染性疾病 會不會傳染給醫護人員呢 因為我們要去醫療團 當然會很擔心這件事 那這些傳染病 是否可以治癒 還是 是不治之症呢 好 像瘧疾 台灣的瘧疾已經被根絕了 但是在整個非洲大陸的中間 赤道在經過這兒 這些紅色的區域都是屬於瘧疾的 瘧疾的疫區 所以大約是在中非 大約在西非 那斯瓦基南在這邊 南非共和國的裡面 包裹在裡面 所以他不是疫區 那但是後來我們到西非的聖多美的時候 聖多美在這兒 很小 一個點 那所以他在赤道 剛好赤道線經過他 他是疫區 所以放大來看 等於說 我們從台灣飛到了 第一次的邦交 第一次的任務 在斯瓦基南 第二次的任務 就在聖多美 普林西比 好 那我們是這樣子飛 飛轉機 經過他到南非 再進斯瓦基南 後來一年半過後 長官說 你要不要去另外一個邦交國看看 他也是 醫療團 也是承接下來 要做一些翻新 跟一些改變進步 缺人啊 所以我就被派到 直接從斯瓦基南飛到歐洲去 經過德國 經過葡萄牙 剛剛說過 四百年前 西歐大航海時期的時候 西非的部分 尤其是聖多美 普林西比 被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發現 後來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那當然 第二次大戰之後 殖民地 當然已經不是殖民地了 聖多美獨立 但是他們的關係還是挺密切 所以這個國家目前講的 還是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 所以因此我們 從德國轉機到葡萄牙之後 一定要經過葡萄牙 再飛到聖多美 葡萄牙 倒置 去經歷我第二段 一年半的醫療團生涯 也就是說 很好玩的是 我們通常才飛舟 從南部飛舟 沒辦法直接飛到這邊 其實有 有飛機 有班機可以稍微轉兩下 但是通常我們外國人 不會這麼做 因為 大概很多這些內部的路線 都是所謂運毒啊 走私啊 販賣象牙等等 那治安也會有些問題 所以我們不敢這麼做 那我們就寧願 歐洲 非洲通常在稱為是歐洲的 歐洲國家他們的 所謂的後花園 就像台灣會覺得說 天龍國 北部的人 會覺得 花東 是我們的後花園 一樣的意思 所以就是 從這樣子直接飛 跟 在歐洲內陸轉機到葡萄牙之後 再跟中國這樣直飛到聖多美 就是這樣一段 光這一段六小時 光這一段四小時 光這一段呢 轉機 不轉機加起來 一萬兩千公里 台灣到南非斯瓦基蘭 花兩天之間 包括轉機才會到 好 那 當初一到聖多美 到斯瓦基蘭 發現 哇他們的山 好棒啊 因為直接看到山頂在那裡 我們就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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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登頂了 對啊 跟台灣的山 高 水級 形勢完全不同 因為非洲大陸是比較 年老的 地質變化不大的 也不太有板塊運動了 停止了 所以它的山比較平緩一些 很好走 好 這是斯瓦基蘭的某一位酋長 這位是斯瓦基蘭國王 他多年來經常會到台灣來訪問 帶他的某一位皇妃跟某一位王子來 這是2015年的時候 到北一跟校長見面 有一年2012年的時候 剛好我已經被派到斯瓦基蘭去了 那時候馬英九總統也有到 專機到了斯瓦基蘭去跟國王 兩國元首們在互相比賽 比賽附近警察兩位一起做 互訪 有的時候是國王到台灣來 有一次是我們總統去斯瓦基蘭 這也是當時2010年的時候 有醫療團台灣Medic Mission 由我們的杜團長帶著大家一起下鄉 我們已經是在斯瓦基蘭 但斯瓦基蘭當然還有他的南部的偏鄉 去做疫診 這是疫情的醫生們 替代疫男們 技術團們 我們廖副團長等等 好 那疫診的時候做什麼事呢 他們會搭上一些大棚子 然後通常會到一個某個學校裡去 所以小朋友們 他們那天都會很開心 因為那天不用上課啦 那然後呢 他們可以在這邊 有些吃的東西 又可以聊天 又可以玩 然後又可以在大棚子下乘量 他們覺得很開心在期待 啊這些白白的人 這些白人 我們比他們白 他叫我們白人 這些白白的人 要來幫我們做什麼呢 那有一年斯瓦基蘭的蘆葦節 我們有參加 國王邀請我們去參加 所以就看到了很多 年輕的小女生們 斯瓦基蘭小女生們 就沐浴摘戒之後 然後就把一些 剛在春天的時候 剛長出來的蘆葦 帶去國王的媽媽家 然後幫他們修繕他的屋頂 所以這是他們的重要的傳統節日 那蘆葦節 因為南部非洲跟北半球相反 所以這個時候 九月的時候 就是他們準備 進入春天了 所以他們可以在水裡面 沐浴災界洗澡 那在我去斯瓦基蘭去非洲之前 我們的秘書們 在台灣的朋友們就說 你要不要拍一張照 我覺得 非洲他們的家庭 後院應該有很多長頸路呢 像這樣子 勸養在那邊走來走去的 還會吃草 早上去叫一叫把你吵醒 說好 我去的時候看看拍給你看 結果後來去了那邊半年左右 才看到第一隻長頸路 我們要去動物園看他們 像這樣 那當然叫野生動物園 長頸路跟人不會住在一起 也不會住在你家後院 兩個不會太近 可是很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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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蘆葦節當中的 小女生們 就再見沐浴嘛 那這是當時我們的替代義男 Wilson 他是 他是女生 他是女生 所以他就過去跟他們一起打好打招呼 好姐妹們 一塊留下 那 這是第一次我們去醫診的狀態就是這樣 2009那時候 然後 當時還是我的女朋友呢 就一起帶去Candy 然後 這是當地的小朋友們 我們在外面 張羅他們 要做健康檢查 牙齒檢查 後來呢 離開任務回台灣之後 有一次 2014年又再度到了同一個學校 同一個地方 遇到同一位老師 工作人員 我們的工作人員 請他們一起去幫忙 當然 當時 這時候這義診的小朋友們 當然已經是不一樣了 他們已經畢業了 換了一批 可是當地的地 學校 風土民情 狀態 溫度 氣溫 風很大 都很像 連 午餐的便當也很像 就是 米啊 馬鈴薯 菜 蔬菜 沙拉 很棒的牛肉 滷的牛肉 等等 那這個便當是 那一年多 在 斯瓦基蘭的醫院裡面 中央醫院裡面 每天 工作完 開刀完中午的時候 就會領一個便當 然後去吃這個 他們的牛 很天然 因為他們到處都會有牛 在街上 在路上 在草地上放牧 所以他們牛是便宜的 也絕對不會嫁有什麼 瘦肉精啊 肥肉精啊 之類的奇怪的東西 好 那這是 後來 我們住的宿舍裡面 Candy在那邊 我們就一起 有 廚房裡面就 超喜歡吃那邊 畜牧產品 所產的東西 他的牛奶 發酵過 變成Amazine 就是酸奶 他真的酸 什麼糖都不用放 很天然 很棒 然後他的起司 超級便宜 然後 偶爾呢 大使 中華民國駐斯瓦竟然大使 這是大使本人 他也會請大家吃飯 吃華人的餐廳 在當地 然後請當地的人 我們醫院的好朋友們 所以 因為常常請客 所以 當地的人 我們的朋友都會 拿筷子 這餐廳很可愛 他就故意不發刀跟叉 只發筷子 除非你不會用 那練不好 他才拿叉子給你 所以我們這位醫生 Dr.Dubes 他剛剛練習 所以還不太熟悉 他還需要叉子幫忙 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好 這是斯瓦竟然在醫院裡面 我們平常看診的狀態 這是我們的家庭醫學科的醫生 林醫師 然後我們的團員 然後這位是護士 護士當然可以是男生 好 然後這位是患者 我在旁邊看 他觀察他們 看診的情況都這樣 就病患會說 用 斯瓦竟然是 英語 官方語言的國家 但他們的母語 還是原來是斯瓦提 類似 南部非洲 諸魯族 他們的 流傳淵遠的一個母語 所以他們會用母語 他用母語跟他說他怎麼樣 肚子不舒服等等等等之類的 然後 然後 護士就會解釋給醫生 用英語 所以也可以充當我們的翻譯 然後 醫生就會做一些檢查 然後 再繼續問 透過他 來問患者有什麼狀況 最後 確定了診斷 做完了檢查 也準備開處方開藥 醫生也會跟林醫師會很親切解釋說 你回去不要吃辣的也不要吃冰的喔 晚上天氣涼氣的保暖 尤其是肚子 你的腸胃才會舒服 然後 講了很多 講了大概兩分鐘的解釋 然後護士聽到了 他用英文講完 然後護士再用母語 在跟患者講 就是在跟患者講 就是在跟患者講 他講了兩分鐘 你講了五句話 一分鐘 是不是有很多東西 沒有翻譯完全翻進去 還是因為 Siswati的語言比較精簡 所以可以涵蓋過多的內容 其實我們也聽不懂 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好吧 就這樣吧 那藥物也開給他啦 腸胃藥 免得走了 這是我們看診的模式 好 大家也許聽說 南部非洲的 HIV這樣的病毒的感染 艾滋病毒的感染 比人的人數 是稍微比較多 所以說他們在 這個整個 斯瓦基蘭的地圖當中 可以看出來 這個大小大概等於是 台灣的一半大 所以台灣可能這麼大 那這是一半大 首都大概在這裡 那其他這些每個區域 比較遠的地方 就叫斯瓦基蘭的偏鄉 尤其是南部 因為距離比較遠 這樣開車直接過去 大概都要三個小時的時間 也就到了 不過是只高速公路 好 那 住在這邊鄉下的人 他們如果是HIV的患者 他們就需要在 各地的衛生所 就診 抽血 去檢查 OK 那 他們抽血的一些檢查 因為 大概周圍 某些 只有幾個大城 像這邊跟這裡 Shangano這邊 才會有一些檢驗室 那不然其他地方呢 他們都必須把這些 抽血的結果 試管 用機車 直接從偏鄉 送到 在首都的中央 National Lab 中央實驗室 所以他們就需要一些時間 在偏鄉 在衛生所抽完了血 到了 排層 機車來收 送到 中央檢驗室 然後到了 然後做完成檢驗 有報告 報告完了以後 然後一樣是紙本報告 紙本報告長這樣 就擺在櫃子裡去 然後機車呢繼續 要排時間 集滿了 當這個報告集滿了 一落 一箱以後 再走 他就會到偏鄉去 這可能已經 二十天過去了 然後 機車回到鄉下的時候 再順便把紙本報告 發給衛生所 然後病人再下去 一個護理師就會通知病患去 你的抽血結果 這個白血球有點高 那這個CD4 有關那個 T08細胞的數字 太低了 因為病情狀況 所以我們要開藥給你喔 可是問題是 這樣子大概已經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過去了 他才知道他白血球很高 那如果有什麼 也已經怎麼了 有狀況已經都死掉了 感染都不行 感染到不行 之類 好 所以說 我們曉得這個狀況以後 那 特別醫學大學的老師 以前當過副校長的李友專老師 到書畫進來來訪問我們 知道這種狀況 就建構了一套 這樣子藍色的線 就一套醫學資訊 用電腦來幫助一些忙 這些忙就是 最後一禮 前面的機車傳送檢體 從偏鄉到中央實驗室沒變 但是到了實驗室以後呢 他只要實驗室的機器 做出答案以後 他在電腦裡是數字的 他印出來 他會跑出報表 印出來 我們請一個人 一個檢驗室的人 把他key in到我們的電腦裡去 然後這個電腦以後 後面就全自動 也就是報告出來後 key in完成 半小時之內 就會經由簡訊 直接透過簡訊 電信網路 無線的發送到 各衛生所的護士 所以我們除了在中央建構電腦設備 請人做key in 我們還要在各衛生所 召集志願者護理師 送他們一支手機 專門來接受我們的簡訊 所以當檢體到 結果出來之後 大概半個小時 就會回傳答案 到護理師那邊 那護理師就可以比較及時 讓病患說 你的白血球高 CD4有點低 所以你的HIV的藥物 要開始調整劑量 要加上一些抗生素 才能比較及時 能幫到病患 OK 那後來20 這個計畫是從2010年開始 那2012年的時候 我在那邊再看了一下 觀察他們的狀況 一樣繼續在運作當中 斯瓦基蘭的南部非洲呢 有很多孤兒 剛剛有講過 HIV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而如果他們剛剛 都會delay時間 可能四個禮拜 三個禮拜才會知道答案 有的時候緩不計及 因為HIV的病行 演進成AIDS 可能很多人就會 會早早的就死亡了 很年輕的死亡 當這些年輕的爸爸 媽媽們死亡之後 小孩們怎麼辦呢 小孩們就變成孤兒 那孤兒小朋友 比方說他的父親死掉了 媽媽一個人不容易養他 所以媽媽就會帶著他們 一起嫁給那個 原來爸爸的弟弟 就過激過去 這樣才會有人服養 但是如果他也沒有弟弟 弟弟可能也死掉了 爸爸的弟弟也死掉了 叔叔不在 那就沒有人 那他的照顧能力就有限 那媽媽這時候 就可能只能帶一個 投靠娘家 那另外一個怎麼辦呢 就送到惠里法師 在南斯瓦基蘭所建立的 阿彌陀佛Care Center ACC 專門來照顧收養他們 孤兒院 他們就是孤兒院 而這些孤兒院裡面呢 他們就會教他們功夫啊 這些都是可愛的小和尚們 這些都是小和尚們 照顧他們 教育他們 教他們念書 而且允文允武 他們還會武功 這是 ACC的狀況 在斯瓦基蘭南部 很漂亮 配合很漂亮的天跟空氣 很漂亮 他們除了允文允武 他們學英文 他們學斯瓦基母語 他們還學中文 他們還會學寫中文字 他們還會寫中文字的 還會認住音符號 所以這是在他們的洗手間發現的 我想這小朋友可能常常便秘嘛 不愛吃菜 只愛吃肉 牛肉太好吃了 所以 他們就要寫下咒語 當大小便時 當願眾生 氣貪稱吃 眷除罪罰 所以還要念咒語 on hendu toye sa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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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便就擠出來了 這是便秘咒語吧 好 然後 2014 2012年的時候 風信團來 我有跟到他們一起 然後到斯瓦基蘭 這是北伊的學生團隊 我們會幫小朋友們圖佛 做口香檢查 叫他們刷牙等等 沒有診療以為就躺著嘛 小朋友躺著嘛 那我們就戴抖燈 戴口罩等等 好 那剛剛講的功夫們 對小朋友們超級愛功夫的 很會血煞氣騰騰的樣子 超級厲害 那我們去那天 他們就好好表演一場 給我們看 在youtube上也可以看到 因為非洲小和尚 還會到各地巡迴演出 曾經來過台灣 南部非洲 有一些台灣商人 台灣的商人范先生 是其中一位 他在那邊開了紡織廠 已經快20年 那 這個時候 那時候當時是 我第一年到2009年的 年底的時候 準備辦一件事情 因為我女朋友在那邊 所以 范大哥呢 他的成衣場 剛好 就幫我準備了 頭巾是我的 領帶啊 襯衫啊 西褲啊 都是他幫我準備的 量身打造 做什麼事呢 等一下後面講 那 這是 FTM 就是范先生的 紡織廠 范先生的成衣廠 那 他們 成衣區要水 那 水就從水井來 那 這是一個電動的水井 從地底下抽水上來 好 那 水很重要 南部非洲 我們想像中是乾燥 那 不是全部都乾燥 斯瓦既然得天獨厚 它離海沒有很遠 200公里 所以 雨季的時候 雨水跟雲會飄過來 剛剛看到照片當中 天上是白雲啊 那 他們會 雨季會下雨 但是雨季下的雨 存在地上 存在地下水之後 等到乾季都沒有雨 那 喝的水就慢慢減少 所以需要水井 或者是河水 那 這是紡織廠裡面的狀態 工廠很大 人員很多 通風良好 這是 這是Candy 然後 我們常常 每天假日 每次假日都會去買水果 啊 蔬菜蔬菜 好多好多 南非的市場 斯瓦既然是市場 是當地人的市場 還有很多 看不懂的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植物 青菜 阿嬤 哈姨之什麼 不知道 我買來吃了一點 然後陰陰的 感覺味道很奇特 好 呃 南部非洲的主食 幾乎都是玉米 磨成的粉 那玉米很好種 玉米磨成的粉 拿來煮加水去煮 那就是一整鍋 可以像飯 也可以像西飯 像發糕或那樣子的食物 那就是他們的主食 所以玉米粉是主食啊 其實不要把它染的顏色當粉 然後到處灑 其實不太好 那剛剛講到水 安全的用水很重要 南部非洲的小朋友 常常五歲之前都會夭折 理由就是因為用到地面的水 河水 可以牛羊啊 豬汁啊 人啊 尿啊 糞啊 都會污染 所以腸道的寄生蟲會傳染 那這些傳染完 小朋友抵抗力不夠 很快會拉住 拉到脫水就死亡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到那邊 醫療團也承接了一個計畫 非洲水井計畫 就是要用水井 從地下抽取乾淨無菌的水出來 然後讓小朋友們能夠 得到乾淨健康的水 讓他們減少死亡率 減少疾病 那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水井工程的 計畫的負責人 去找了國家專井隊 大家一群人就到處去找 還有技術團的水利技師一起 找什麼 找哪裡有水 哪裡有地下水 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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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去那邊開挖井 這邊是一所學校 我們準備在這所學校 找一個有地方 可以開一個水井 攻擊他們 做安全的用水 那 我就問那個 Mukasi Mukasi先生說 你的水怎麼找啊 我聽說 非洲的科學家很厲害 他們就會用一個儀器 像這樣子 一個棍子之類的 然後就拿著 然後到 走走走 找到水 那棍子就會往下指這樣 Mukasi說 不用 我們很厲害 我們有先進的儀器 我有很好的地質學的 學識 學理 地質學博士 我只要看遠部山 跟那邊的植物 草叢的植被 就會知道 這個地方的地下水 比較充裕 才能去供養這些植物 也可以看地形走向 才會說哪個地方 地下水會比較淺 我們用鑽井機 繼續打 這些都是管子 跟鑽井管 這麼大的車子去做 把好好的水井找出來 那 後來 隔了兩年左右 水井就做完了 一共四口水井 是醫藥團所承包 去找學校 去負責設計 那 這是其中一個 一口井 我隔了幾年 2014年再去看的時候 這個井還在那 打開龍頭 水會出來 這個還是個電動的水井 旁邊有開關 有電動開關打開 這邊水就是到剛剛地底下去 好 那剛剛講的HIV這件事情 因為人數病患比較多一點 HIV其實我們不用害怕 這個病得到了以後 要害怕 要去治療 但是這個病傳染 它會經由性的傳染 經過黏膜的傳染 所以包括媽媽對小孩的 生小孩 懷孕胎兒生出來以後的垂直傳染 水瓶傳染 或者是醫護人員治療 或是吸毒病患之間的針頭 之間見到血的傳染 所以就是黏膜跟血液的接觸 才會有HIV的傳染 所以如果避開這些事情 小心的使用免洗的丟氣室的安全針頭 然後小心手術時候不要扎到自己 不要針扎 打針也不要扎到自己 扎到別人 那媽媽跟男女都有做好適當的防護 跟檢查 也有吃抗HIV的藥物 那麼這些HIV的傳遞這件事情 就可以被緩解下來 那對醫護人員來講更是不容易 因此照顧病人而得到HIV 他並不是空氣傳染 他也不用戴口罩去避免 他傳染 好 那剛剛講到CD4這件事情的重要就在於說 當病患得到HIV 他經過 如果假設完全沒有控制 經過了大概10年左右 他的T08球可能會 少少少少少 就是T cell CD4 帶有CD4這個 這個指標的一個T08球 會逐漸被HIV病毒破壞 少少少少少 從1800 1800 400 200 100 少到差不多 一直掉到200以下 再來他就大概進入AIDS的時期 意思就是說 全身器官身體會開始被 容易產生病變 癌症 細菌感染 黴菌感染 各種感染 最後進入死亡 所以像範大哥他的工廠裡 很大 他就說 他們的員工看起來年輕很健康 就在這個時期 可是有時候突然一下子 一個禮拜就死掉兩個人 員工突然就走了 明天就沒來上班了 然後下禮拜有誰又接到不聞了 之類 所以 就是莫名其妙會夭折 會直接讓人死亡 那我們在斯瓦基南醫院裡面 我是口腔外科醫師 在裡面開刀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就做我們本來的個人防護 保護到黏膜嘛 就是眼睛 手 皮膚 然後不要被掙扎 把流程做好 不要單手回套 這些情況處理好 保護好 眼睛也照好 這個人沒做 那我們就不會因為照顧病人而得到病 那 剛剛講到 呃 還有 我們的病患還會有腸道寄生蟲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找好的水井 供應他們 然後 教育他們好好的使用 甘血人的應用水 好好的洗手 然後他們才會 避免腸道寄生蟲 那這些都是南部非洲所容易會發生的疾病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喝 我們有自然水 而且還會煮沸使用 我們會常洗手 還有酒精 消毒手 所以我們不會得到傳染病 寄生蟲傳染病 好 那 這是南部非洲的 我們去有一天去疫診完 結束的時候 下午我們就開車走了 這是我們團部的車前面的 我們在後面 然後剛剛被我們看過的病患們 民眾們就這樣 在路邊慢慢就走回家去了 好 然後 他們的高速公路 遍布全國 所以當我們從鄉間 土路上到高速公路之後 速度可以很快 像這位開到時速160以上 就一路飄過去 好 南部非洲跟英國一樣 所以你看他的車子 車子是開在道路的左邊 好 但是在公路上也別開心 即使是高速公路 或民間的柏油路 當大霧 下雨大霧的時候 牛 他是不會看紅綠燈的 過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得讓他 這一頭牛 跟這輛卡車之後呢 是一樣的 所以他過來 你撞他 他可能會昏 或跌倒 受傷 那車子呢 應該會反覆 那車子裡的人呢 可能就會傷得很重 所以 沿路上只要看到 有牛 遠遠從影子經過 車速會慢下來 然後開始閃雙黃燈 警罩後面 你不要撞我 你也慢一點 牛 吃花進來的牛 好 但是如果還是不小心呢 有人就受傷了 像剛剛這一幕 白天 如果走還沒走到家 到了晚上 天黑了以後 這邊其實都是電線桿 這不是路燈 所以這條路全是黑的 那人也是黑黑的 有時候衣服也是黑黑的 那麼他如果病患不笑 他不笑 不張嘴巴 我們根本看不出來 有個人在馬路上經過 那麼結果 所以很多人就容易車禍 受傷骨折 像這位12月先生 December Mabusa Mabusa是姓 然後他名字叫December 我猜他是12月出生的 然後他就受傷了 他12月來找我 2009年12月來找我 他生日之後 你看他腫成這樣子 眼眶等等 那骨折 上個骨折 下個骨折 眼眶也骨折 我們就是開完刀 開刀完以後 大概是這個樣 有很多鐵線把牙齒綁起來 骨頭固定起來 我們沒有骨丁骨板可以使用 所以他斷掉的骨頭部分就靠牙齒固定 讓他骨頭自己慢慢長 右邊這個地方 好 那這位呢 是上顎的中間一半骨折 所以變成 牙床牙齒高一滴 還有牙齒會斷 然後就一樣進去開刀 全身麻醉幫他處理 最後另外一位小妹妹 他很小的時候 不到10歲以前 也是骨折 跌倒骨折 然後下巴的右邊這邊斷了 相當於這個地方 右邊的關節耳朵這邊斷了 所以因此結果他嘴巴會張不開 那後來他長大了 二十幾歲的時候來找我 他想張開嘴巴吃冰淇淋 所以我就幫他做耳朵前面打開做手術 進去把他那個骨頭 纏住結巴的地方給打開 分開鋸開 然後縫合起來 後來愈合的樣子 而他嘴巴就可以打開了 這是斯瓦基蘭的開刀房 他們動力燒的是煤 來供應他的電 那這是剛剛那位 Dr.Mathube 是我們開刀房的夥伴 他是亞科醫師 那我是口腔外科醫師 他收到病人骨折的 然後我們就一起看 然後我們就一起進開刀房開刀 所以今天禮拜五 早上有開刀 所以八點鐘我就到開刀房裡面 我已經在裡面了 然後就看到麻醉護士他們在吃早餐了 嗯 還好我也吃完了 我也有酸奶可以喝 然後 然後 都北先生呢 他就從外面也從 他也剛到 從醫院外面 從那個 從那個 走廊的窗口 升進來趕快拿電話說 我說病人呢 他說來 我來請病人 就打電話進去到病房 把病人叫下來 然後 過了20分鐘病人就來了 他是病人 這一看就知道是開刀前 因為他是下巴骨折 但他可以走路 所以床是推過來 人就跟他後面走 那你換好衣服囉 順便看看這邊是走廊 這邊是病房的走廊 這邊其實末端是其中的一間 男生的病房 那這樣從這邊 女生病房走過來 右轉過去完 再接下來就準備進開刀房 好 那我們就在開刀房裡面 等著他 我們有刷手 有手 那 因為剛說 要保護好自己 那 HIV病患多 所以我們 我們 不想 開刀的水啊 血啊 把自己褲子都弄濕了 所以就外面要穿圍兜兜 還要穿雨靴 這個雨靴超酷 超酷 超帥的 白色的 後來就不見了 被人家偷走了 太好看了 然後 要戴上眼罩 護目鏡等等 然後 我的背包 帶著我的手機跟鑰匙 車鑰匙要帶著 因為我沒有櫃子可以用 跟衣服換完以後 你這一包還是 帶著身上會比較安全 我就帶著 順便也可以拍照 然後 麻醉科幫病患 剛剛病患插管 從鼻子進去到氣管 全身麻醉他 好讓我們做 口腔的手術 骨頭的手術 這是在開刀時候的樣子 就是在進去裡面 頭尾被包起來 只有嘴巴露出來了 這是病患的頭 跟麻醉科在這個地方 旁邊是助手 這是麻醉醫師 手術進行當中 這是他的X光片 告訴我們說 哪裡骨頭斷掉了 病人已經麻醉完畢了 躺在這邊 那英國系統呢 承襲歐洲 都會叫手術室 不叫Operation Room Operation就是手術嘛 要動動手的 那他們會叫做 Operation Theater 我就想Theater 甚至上Google網路查查看 喔對齁 原來在歐洲真的 在古代在開刀的時候 或者是在做解剖屍體 在做教學的時候 真的是老師們就圍在中 在這裡圍在中間 那周圍呢 就是一圈一圈越來越高 真的是圍著他 像劇院一樣 在觀看說 阿這是怎麼樣手術 或怎麼被解剖了 所以 後來 老師們真的在手術房開刀的時候 也是類似這種情況 全身在外面可以隔著一個玻璃 隔著一個窗口可以看見 所以開刀房 也就是一直叫做Operation Theater 在關劇 這是手術紀錄 手術完了以後 就是手術完了 然後就畫他的眼睛 腫在哪裡 下巴骨頭斷在哪裡 我們做了什麼事 上個骨下個骨 都做了這樣的固定 跟這樣的固定 我們都用鐵線把骨頭串起來 然後鐵線把牙齒綁起來 至於骨頭之間 就沒有金屬的骨釘跟骨板 可以去釘它 那因為就沒有那樣的材料 所以我們只要用一百年前 就發明的手術方法 來處理顏面骨折 所以說完了 病患醒過來 之後就會從開刀房推出來 這樣二樓 然後轉一圈 從這邊再下來 所以我最喜歡這個 大的 超大型的斜坡走廊 就不用等電梯 直接這樣走 二樓到一樓 非常有效率 這英國 就是系統的百年前的醫院 就建造成這樣 這是醫院的電腦斷層室的樓上 當然我上去不是為了在上面唱歌 是因為他們有一次雨季的時候 雷雨下的真的很大 屋頂漏水到下面去 然後把電腦斷層的機器 足機板燒壞了 所以我就上來 請南非祭司來修CT 我就上屋頂來看說 這到底哪裡會漏雨啊 想要找出來 打防堵他 眼淚以後又壞了 好 那 這就是那個屋頂啊 後來修補完畢 就不會再漏水了 真的把它修好了 這是電腦斷層所看的樣子 這是其中一位病患 他的右邊的臉腫起來 因為他右邊的這個地方裡面 長了一個很大的囊腫在裡面 還帶了一顆牙齒 牙齒長不出來 所以長生了某些病變 讓囊腫變大 所以整個臉的骨頭被頂出來 往前面 看這是鼻子 所以右邊跟左邊是不一樣高 右邊跟左邊不一樣高 好 喪惡囊腫怎麼辦呢 那 這個小朋友比較小 其實只有10歲 而這個場景其實是後來 不在史瓦基爾 而在聖多美 聖多美又再落後一些 所以他的全身麻醉 對小朋友不夠安全 因為設備跟技術不夠 所以像那個囊腫那麼大的 我們就只好再做簡單的方法 用上麻藥的刀子打個洞進去 剪開 然後把管子放進去 然後就把它抽出來 然後順便壓一壓 壓 用指頭壓 就是這樣在壓 那那個鼓起來就慢慢慢慢壓下去 被吸出來了 因為那囊腫裡面大部分是水 然後管子留著 然後每個禮拜請他回來我幫他沖洗 然後這枚骨頭會在裡面繼續長 把裡面慢慢慢慢填滿 三個月後 我們那時候是2012年 已經要準備離開聖多美了 要回家了 回台灣了 所以小朋友最後一次我看到他 就說我要回去了 我就幫你把管子拿掉囉 然後之後你在有狀況的時候 記得還是到醫院來看喔 不過 可能沒辦法看到我 那我推薦其他醫生來幫你看 他也是我們的同事 這個小朋友10歲 然後 他們說葡萄牙語 所以當時我必須需要我的翻譯 我的好夥伴當地人的同事 來幫我們做葡萄牙語的翻譯 去解釋給小朋友病情 他每次來都自己一個人 從來沒看見爸爸媽媽媽 所以也不知道手術同意書要給誰簽 好 那 後來我們就回來了 在這些骨折要鑽骨頭打洞的時候 其實 會用一些電鑽 那些是醫療用的電鑽 但常常時有時候用太久 年久失修會壞 也沒有上油保養清潔 它會卡住 還會有水鏽 我們就手術做一做 把它下來拆掉 用 繞錢把它硬轉開 因為卡住了 轉開來把裡面的水鏽 鏽乾淨 裝好 重新消毒完 再上 再做手術 這還是Dr.Dubay跟我兩個 後來2014年 我再度回去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個手術 骨折手術 然後手術病人醒過來了 這是麻醉科護士 然後我另外一個機場 不是麻醉科護士 很漂亮 是麻醉科護士會寫白板 黑板 黑板的字寫得很漂亮 手術名字誰 哪一天 手術組這醫師誰 開什麼刀 麻醉是誰 書幾個紗布 等等等等 超喜歡的 然後病人麻醉完醒過來以後 病人恢復得超厲害 然後就已經很清醒 還可以準備說話 因為把管了 然後這個床呢 手術台就直接電動的 傾斜一下 病人自己滾過來 就上床 然後就可以把他推出去了 推到外面 再恢復是 恢復了10分鐘 2分鐘 10分鐘 病患就已經可以坐起來尿尿了 然後下午呢 病患已經早就被推回病房 在休息在睡覺 就去病房看看他 看起來不錯喔 可以睡著沒有太痛 應該還OK 點滴打一打 明天應該可以回家了 然後他們的病房長這樣子 窗口打開很通風 很涼快很舒服 病床的下面是什麼 病床下面我問 他說有時候是陪伴的病患的家屬可以睡旁邊 但有的時候下面這個可以推出來一點 有時候醫院喔 太急 病床不夠的時候 還可以在旁邊加床 再多一個號碼這樣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在台灣的純熱烈的小朋友 其實很小就會被手術 但在南部非洲 這個狀況其實不容易 所以有的時候必須 所以有的時候必須 他 他們長大完以後 然後嘴巴還是咧著 等到醫療船 像我們的北醫的蔡豐舟醫師 他是長根 訓練出來很棒的整型外科醫師 那他就到 他加入了 特別醫學大學的行列 有一年就一起 我們就一起在聖多美 然後做他來做純熱烈的手術 幫他們做抑診 做抑診手術 去修補純熱烈 那我自己的病患有看到 小朋友這個不是舌頭 這個舌頭在上面 那舌頭下面呢 因為有口水拖曳腺阻塞 塞住了整個撐起來一個大水泡 就是舌頭下面的 鼓起來了 那一樣 因為這邊還是在聖多美 所以 當這個小朋友的手術 是因為主題醫療特地 蔡醫師帶著北醫的麻醉特的團隊 一起來 聖多美做手術 所以小朋友這個艱難的手術 可以做 全身麻醉 但他回去完 我還在那 那這個手術的小朋友怎麼辦呢 全身麻醉還是危險的 又回到危險的樣子 沒有很好的設備跟人力 所以說 拿針進去 抽抽把水抽光 扁掉了 就立刻扁掉了 然後 他哭一哭 然後就結束 媽媽就帶回去 媽媽問 那下次又腫起來怎麼辦 我說 下次要再腫起來 應該 也好久以後的事了 所以別擔心 那 那 在一陣子 也許明年啊 也會有主題醫 來 會有全身麻醉的 再做處理吧 大概就這樣 那 這個是史瓦基然的病患 臉頰嘴唇 口腔黏膜裡面翻出來 裡面就一鼓一鼓一球一球的 叫 求染 叫糾結 那是他的靜脈 跟動脈 長得血管流 所以就變成這個形狀 那他覺得不舒服 摩擦到難過 所以怎麼辦呢 我就開廚房給他去藥局領藥 一管麻藥 一管是 呃 酒精 然後把兩個藥 還有第三管是類固醇 三個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就在小針美容去注射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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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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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有打麻藥 還是很痛很痛很痛 啊 注射完每週注射一次 那這些血管流就在裡面 血管會痠塞 慢慢慢慢會死掉 就會消失 好了 這個就是有名的兄弟相對 他不是打棒球的兄弟相 他是雙胞胎兄弟 我們在聖多美 普林西比發現他們的 他們 雙胞胎 但是很好認 這個是哥哥 這個是弟弟 為什麼 因為 左腳腫起來是哥哥啊 右腳腫起來就是弟弟啊 那這兩位 什麼狀況呢 這兩位 小時候 聽說他們是小時候 被小黑文盯到了 小黑文盯上帶來一種血絲蟲 血絲蟲 血絲蟲跑到身上以後 就影響到他在裡面 分 繁殖複裂 分裂 分裂繁殖 然後 他的淋巴管就塞住 所以他的血液循環回不去 這個水就開始 腳就開始腫 腫 腫脹到很久以後 其實麻 也容易受傷 皮膚組織還會開始增生 因為沒辦法回去 垃圾 髒東西 污泥都會狙擊在裡面 污泥 然後他也很容易 碰到 踢到就受傷 他腳都很重 他腳都積滿水 皮也很厚 很重 所以他走路回家 就是一拐一拐一拐 然後抬著這個走 腳 然後上小段 一段階梯 然後跨個大門檻 進到家裡去 這是在他家裡面的樣子 他家裡 所以他們的腳 當然就很難照顧得很好 那生活品質也很不好 那後來 後來怎麼辦呢 我們想 這個手術不太好做 我們其實應該把他帶回萬方醫院 有聯絡他 想要讓萬方醫院的 許文獻主任 做血管外科 幫他把淋巴結 淋巴血管重建跟清除 這個情況應該會慢慢的好 不過後來因為太遠了 送不回來 所以就改送他去葡萄牙 做類似的手術 那後來我有看到結果 上面腳上貼了很多紙皮 腳變瘦瘦的 被束身成功了 他走路也輕巧多了 很不錯 這就是兄弟相對的故事 小黑文 這是史瓦爾竟然的婆婆 為什麼就是婆婆 沒有牙齒了 那還有頭包起來 他們父女頭包起來就是婆婆 就是生小孩結婚之後了 那婆婆牙齒痛 好 那這是另外一位女生 年輕的 這個就是剛剛前面一開始 跟我嘴巴長很大的 那位奧什瓦爾 那個漁夫 他們三位都得到一樣的問題 他們的牙齒感染 所以會有細菌性感染 蜂蜂性組織炎 或慢性的濃腫 那奧什瓦爾先生比較可憐 他是右邊下面的致齒 嗯 感染了五個月了 他原本這些農 反覆反覆長完以後 也消了 臉看起來好好的 可是那農往裡面鑽 鑽著他臉部肌肉 然後還往上面鑽 那大海洋穴的肌肉 所以他跟我說 他後面這三個月 完全沒 嘴巴完全不能開 然後每天晚上頭都很痛 痛在這裡 因為裡面都是農在做怪 他也不會發燒 可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也沒有農流出來 嘴巴裡也都 就是沒辦法吃也沒辦法刷 後來看我 然後我們就說好 一樣 所以嘴巴打不開 我們也沒辦法做全身麻醉 沒辦法插管 插不進去 所以問過麻醉科 也束手無策 那我就跟奧什瓦爾都很勇敢 跟他講 那來 我幫你在局部上麻藥 但是要在頭髮旁邊打開個洞 耳朵前面打個洞 下巴旁邊打個洞 嘴巴裡面打不到沒辦法 下巴底下也打個洞 因為我幫他檢查 跟CT斷層掃描 你要看這裡面全都是濃 在他的肌肉下面 所以要打開很多洞 把我們全部放出來 你的情況就會好多了 但是因為沒有全身麻醉很痛 我會上局部麻醉 可是還是請你忍得痛 他說好 那我們就做吧 後來就裹針 打開來流了好多好多濃出來 然後在裡面用紗布進去塞 去換藥 裡面組織被濃泡了那麼久 髒髒爛爛又臭臭的 然後傷口慢慢換藥慢慢收 然後同時他馬上就不痛了 第二天就不痛了 頭就可以不痛 就可以好好睡覺 那接下來慢慢復原 傷口慢慢長好 你就請他 我就開始教他說 來 你自己用木頭削一個這個樣子 像個wedge 一個氣子一樣 削著還可以轉轉 去幫你把嘴巴撐開 然後一開始他做完給我 我們說塞不進去呢 好那我拿錘子幫你捶進去 捶進去完 你可以轉他 開始髒嘴練習 所以剛剛一開始影片當中 就是我跟他 我去他家裡看他 然後那時候已經手術完三個月了 我說來 Oshwado你嘴巴髒得怎麼樣啊 他就啊啊啊啊 張過頭看 大概其實也是這樣 張開一點 比手術前完全沒有開 那手術完三個月是張開這樣一點 那至少他 有些食物可以塞進去了 而且完全不會痛 他已經很心滿意住了這樣 他的致死感染真是久 而命解 救回來了 這位斯瓦基蘭的太太呢 他應該是有HIV感染 而沒有控制 所以他運氣也不好 他真是致死感染 他不是往上面跑 他的膿是往脖子跑 整個這邊裡面都是 這裡都是 這是氣管 氣管周圍都找出很多空洞 所以那是很惡劣的 很厲害的 會產氣菌的氣菌 會產氣 空氣的氣菌 一般感染的時候 通通是你組織炎 你看 他皮膚會紅腫熱痛 至少會紅 會腫 皮會繃得亮亮 可是這個 大家都說 他哪裡有腫 他以為是胖而已 然後你說有沒有紅 這個皮膚黑完全看不出紅 像他也是 這邊完全看不出紅 那 但是摸起來 跟CT看起來是這樣 而且摸他 他的確摸摸他 他會不舒服 在這邊摸的時候 壓的時候 還會有空氣被捏來 捏去的聲音 開開開開開開 你看那個 那個防撞的氣泡袋被捏破的聲音 裡面都是氣泡 那這位病患 我就說要聯絡 禮拜六發現他的 然後就聯絡開導房 聯絡麻醉科 說要幫他 做緊急做氣切 要去把農放出來去救他 結果我聯絡半天 麻醉科 他說 禮拜六禮拜天 我們假日已經下班了 那我們沒有急診 我們急診 只有局部麻醉 急診沒有麻醉科醫師 沒辦法喔 那我就 只好給他一些抗生素點滴 然後撐一下到禮拜一 再聯絡開導 能不能把農作引流 結果後來到禮拜一早上去查房 他就已經裹濕了 就死掉了 來不及 好 這剛剛我們那位替代義男 他看完了 看完了那個 盧偉傑的女生以後 我們就相約 全團一起相約去 施瓦進來野生動物園 這時候其實也沒有到施瓦進來半年了 所以就是這一次才第一次看到 哇 長頸鹿 原來長得是這樣 野生的 就在你面前 不遠處 導遊 導覽會帶著 解說員會帶著 開著吉博社帶著我們去 我們就坐到後面 在這個棚裡面 不會曬太陽 然後看著看著 看到了一隻獅子 大驚十次 蛤 獅子 然後就不敢出聲音了 好害怕 然後就等了十分鐘 我們就一直拍照 然後 漸漸我們聊天的聲音就變大了 看著嘻嘻哈哈了 這個獅子怎麼好像不理我們 就做了呢 也不怕我們 我們倒是很怕它 那當我們喧嘩的聲音越來越大 欸 欸 頭啊你看啊 轉過來 衛生 轉過來開一下嘛 跟我拍一下照 結果獅子聽到有點不爽了 回頭喊一下 我們就把車開了 後退了十公尺 然後停下來又不敢講話 繼續看著它 然後 它 嗷了一聲 它後來又轉過去 繼續看著那邊 後來我們想說 它應該是在看著那邊遠遠的某一隻 山豬 它想吃它吧 可是被鐵蛋桿攔住了 它過不去啊 所以它就在想 那算了 我就坐在這邊等吧 因為定時 每隔一週 那個 管理員會帶一些雞丟進來 讓它去咬這樣 呵呵 所以它其實吃得飽飽的 斯瓦竟然的網路很發達 當時是3G 目前也進不到4G 那它們的 有線的電話不容易接 因為地太廣了 但是無線的基地台 跟那些到處建設都有 所以很方便 好 那它們的交通呢 像比方說南部的非洲 斯瓦竟然南部的鄉下 要到首都來 他們叫做長城的巴士 這個巴士可能要做四個小時吧 那 然後價錢呢 也不 也不貴 也不便宜 那可能是三兩天的工資 嗯 才付得起 好 那那有些學校 有些學生呢 他甚至 住的也比較遠 也必須坐這種公車去上下學 這是聖多美的 妹妹們 女生們都很勤勞的 帶著衣服去 媽媽會給她們一些衣服 早上就出去洗衣服 好 用頭頂的 比較輕鬆 然後就河邊嘛 就洗嘛 這是淡的水 這個水不能喝啊 牛會洗澡 可是這個水就是洗衣服好像還可以 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啦 那洗完就晾在旁邊 然後等到洗到中午到下午 午後雷陣雨一來 大雨淋過 好不容易晒乾的 又濕了 好 那就繼續晒吧 在旁邊繼續聊天 等到傍晚的時候又晒乾了 就可以把衣服扛起來回家了 結束今天的任務 後來 這兩年 在北一的圖書館前面也看到 喂 我們的實驗衣 是否也是從十瓦 聖多美來的呢 洗一洗完也會把它晾在地上晾乾 結果後來下午 還是也是午後雷陣雨下雨 也是全部臨時的 斯瓦基蘭國王穿他們的傳統服裝 2015年後 台灣有捐助的捐贈的 幫他們一起施工建造一位新的機場 斯瓦基蘭機場 斯瓦基蘭有些進步的地方 這是它的自然景色 在自然的風景之下 你看天 雲 這就是有水氣 水草 草也很豐富 那 我們的醫生 陳德馨醫師 陳德馨醫師 今年 升任了北一的專科醫師 是矯正科專科醫師 很帥喔 矯正功力也很高強 那在當時 2014年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去 參加風信 社團 一起去 斯瓦基蘭的TB Hospital 所以大家那時候進去參訪 都要戴N95口罩 那這是醫生 在了解他們的TB照顧的狀態 陳醫師得心的英文很好 然後這是他們很忙的護士 然後病患 所以病例很多 疊在那邊 他們就很忙 沒空理我們 因為醫生跑出來跟我們介紹 帶我們去尋病房 那TB如果沒有控制好久了 其實有些病發症 比方說耳朵會失明 失聰會聽不見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會有一個手語 來教一些簡單的手指頭的變化 讓他們能夠至少看診的時候 能表達我哪裡不舒服 好 這是TB醫院的病房外面 外面通風的 他分等級 當TB控制良好的 大概在通風的病房 PG TB 跟HIV同時都有得病 而且病情嚴重 比較糟糕的 可能就在比較密閉 要負壓病房裡面 就像我們現在的 CoVirus病毒感染的 空氣傳染 飛沫傳染的狀況是一樣 好 蘇瓦基蘭的電子病例 我們剛剛看到 開刀房裡有寫的病例 開完刀用手寫畫的 但是 當內 為什麼我們需要電子病例 不是因為趕時髦 而是 當我們好不容易開刀的時候 所寫的病例 當病人出院以後 那疊病例就會裝訂成冊 送到病例室的倉庫 然後 來不及歸類 也一直都沒有機會歸類 因為堆得滿滿的 那當之後病人在回診 門診的時候 內疊病例也不會出現 找不到 拿到的還是原來 他們原本的門診病例 手術前的 住院前的 所以我們就自己設計了 用醫學資訊學的方法 設計電子病例 我自己把病例打進電腦裡去 這樣子 所以從紙本 手寫的 這是我的簽名 做電腦斷層掃描 發現了什麼事 我們決定它有膿 有囊腫 所以決定要做 切除跟引流 然後打 來做一些骨頭的處理等等 然後 這些東西就 轉換成 用電腦打進去 然後還加上指紋掃描 所以當手術完 病人出院 病人下次再來的時候 我們只要知道 他的 身份證號碼 沒有號碼的 就少指紋 就可以找到 他原本我們手術的病例 然後就可以 接著看這個病人 這就是電子病例 在南非洲國家 反而必須要做的事 那 在沒有電子病例之前 門診病例怎麼辦呢 門診病例其實 也都不是放在醫院裡 所以醫院病例事情 其實堆的都是 都已經沒有再用的病例 那 病例呢 門診的病例 是病人自己帶回家 我們每次寫完呢 就要盯上一張 然後寫 下次病人再把診疊帶來 這也是個好方法 病人帶著他自己的病例 他不要弄丟 我們就可以看 也確定不會錯 那 那缺點就是 他的指跟病例呢 都會油油髒髒捲捲的 那有時候在寫字寫 他寫不上去 或者有些時候 弄髒弄油了 他的話 他的字都糊掉了 看不清楚了 所以 很麻煩 各有優缺點 然後這就是他的 全部的資本病例 還有之前堆的一些病例 好 那這是我們開到房的護理師 Miss Magusa 這是Candy 他們是好朋友呢 我們在手術前 也會做Time out 只要台灣的醫學評鑑裡面 會出現的 好 這是 當時我們住在史瓦基蘭的宿舍 前面的 這條巷子 然後 有長官到史瓦基蘭 我們都會帶他們參訪 玻璃工廠 你看這是獅子 還有流口水的獅子 因為他看到了很多羊 好 這個 就是 南非洲草原上 跳得最高 跑得最快的 劍腳羚羊 Impala 那這隻Impala 木雕 我一到現場看到了 然後後來隔幾天 就把它買回家了 所以他現在在我旁邊 在我們家 這Impala 陪伴了我們的場場 我們的長頸路 這隻長頸路 跟我 留我的一半高 然後 剛剛那隻Impala 就是 車子開過去 動物園附近 你要小心 Impala真的很會飛 所以 相信他 如果給他拉上那個雪橇 他應該也可以把他帶的 飛得很好 真的可以飛啊 這一樣是 當年的團長 跟 風信團 他們 結束任務了 然後先到他們當地 斯瓦基蘭當地的農村 餐廳裡面 很漂亮 有水 也有把農村 鄉村的景色 把之前建造到他的花園裡面 很漂亮 然後這些 茅草屋子的 尖頂型 其實就是 剛剛所謂 斯瓦基蘭 蘆葦節 女生們要幫 國王的媽媽的家 他的家也會長是這樣子 把這些屋頂上 用了一年老舊的 這些蘆葦頂 把它換掉 所以這是他們傳統的屋子 很漂亮的水 然後 風信團結束任務 然後 結束前呢 要訪問一下大使 跟中華民國 駐斯瓦基蘭大使館 這大使館也 很漂亮 中國傳統是建築的 這是大使 這是 部團長 跟廖團長 醫療團 駐團 就是我們團長 這是風信的 風信的團長 這是Candy 風信的團員們 這是陳德行醫師 難得的紀念 然後 這是土路 一般的沒有柏油路的地方的車 就是土路開過它 開的 旁邊有路人的時候 要開慢一點 因為沙塵陽的會非常高 會讓人家呼吸很不舒服 這是他們的 國中學校裡 女生們也會跳 應該跳橡皮筋吧 一整的時候 我們在看小朋友 小朋友們就會很害怕 我不要 我不要打針 然後一整的 也有 牙科護 牙科衛生室 他們當地的衛生室 也很會拔牙 因為牙科醫師不多 很少 只有剛剛Dr.Dube 是唯一的幾位牙科醫師 全國 所以 所以 所以一整的時候 就是 然後我cover他 他們助理師 來這邊一起 就開始幫他拔牙 然後拔完牙齒 然後拔完牙齒 這是 議診的時候 的 會場 外面 搭棚子 然後 棚子還不夠 他們一大早就會來這邊排隊 曬太陽 野餐等 要被議診 開藥等等 這是我們的團車 然後 好 這個故事 就是這一次 因為我們團員 大家午餐 中午休息午餐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拿到了 KENTUCKY的便當盒 吃吃完了 我就丟到一邊 旁邊後面去吃 吃完差不多了 盒子收收 準備丟 然後旁邊就突然有個孕婦就跑過來 他原來看了我很久了 他說那盒要給他 我說 我吃完了 裡面沒了 他說 我看看 我就打開看 還有雞骨頭 跟一些肉 殘渣之類 他說 他要拿去吃 我說 就雞骨頭而已 他說 那個肉我也要 那個骨頭我也要 我生寶寶 我很需要養分 求求你給我好不好 我一聽大受感動 我說 好 你等著 我這個先給你 你等我一下 我就回去裡面 大家有沒有誰便當多的 沒吃完的 結果收了三個 通常拿回來給他 好 那我們在一整的時候 也會幫小朋友圖佛 防止他們小朋友蛀牙 就是圖佛的狀況 檢查 幫他圖 圖完以後到旁邊休息 圖佛要小心 因為要半個小時左右 之後再漱口 否則太早漱口 或吃東西 喝水 把佛要吞下去 會拉肚子 會嘔吐 因為佛中毒 直接說著說著 結果果然就有一個年輕人 就跑跑跑 就要跑到旁邊去 我們就拿給他圖 在那邊休息 你看喔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事情 小朋友有上教育 所以母語跟 Siswati跟英語他們懂 所以我們講給他們聽以後 來請老師 用Siswati的文字拼音 拼音是注意事項 小心屠佛 不要吞下去半小時 不要動 不要漱口 不要喝水 也在講清楚 那結果還是有人不小心 然後也會有女生也不小心 那不過吐一吐完一下子 休息完就沒事了 這是個保護機制 那這個男生呢 結果後來在那邊吐了一個下午 坐在那邊 他也沒吐 就直接在那邊睡著 就趴在那裡 我們去搖他 動他 他也不理我們 我就想說 他應該佛中毒已經結束了 他只吐了一口就結束了啊 後面看起來好好的 他其實應該是想翹課吧 就帶來這邊不想出去了 好 那就讓他待這邊吧 那回到前面中午的時候 還不到中午 11點多的時候 就突然聽到 噔噔 噔 全校友 鐘聲響起 你說下課了嗎 大家同步 全部一起起立 往外走 我就跟去看 原來是午餐時間啦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我看他們吃什麼 吃的都是彩色的 點心 彩色的汽水 彩色的什麼 都附近攤上 集中在這邊 開始賣的點心 餅乾糖果等等 那當然還是有啦 學校會煮一餐 中午的餐 就是剛剛說的玉米 做成的麥克風 加水 玉米粉加水 煮成的一塊一塊 放上去 像糕 發糕一樣 發給他們吃 這是他們的午餐 好 封信的任務結束完 回程當中 經過機場轉機 就是 這個地方應該是 Johannesburg的機場 南非 然後我們呢 也漸漸任務也完成了 所以我們的回程 是經過 義大利 剛才講 從非洲飛要經過 歐洲嘛 那我們就特地 飛到義大利 去羅馬 然後去靠羅馬 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 然後在門口拍照 那當天剛好是 農曆青年的除氣 所以大使館休息了 太可惜 不然我們好想去拜訪大使了 好 回國之後呢 2014的時候 又開始參加了 史瓦基然的王室健檢團 健檢團就是 在王室的農家的診所裡面 專門診所 平民百姓不能進去 那 然後我們就一行 醫療團的團長 副團長 然後跟醫療團的專家 護理師 痾 心臟內科小兒科 然後 跟國王合照 然後幫他們家人看 做健康檢查 那每次當國王在一起照相的時候 我又剛好不在 因為我正在裡面幫王妃看診 好 那 這就是在醫診 在國王家到宅 然後在做醫診的時候 然後就 我們的醫生們在討論 等一下怎麼幫他 這是皮膚科主任 這是小科的醫師 那 假日的時候呢 因為長官 這是副校長 李飛鵬老師 然後這是 皮特老師 他們就長官來了 我們就等樣帶剛所說的野生動物園去看 這次就看到了 哇 下車來一看 有長頸鹿在地上攤了一攤 那大家的醫生跟法醫 就 法醫魂就出現了 這長頸鹿的年齡大概是 從牙齒跟骨頭看 他是公的 他的年齡應該還是 還沒成年 那他的死亡原因呢 現在目前看不出來 哇 我就拉拉老師說 頭上的圖鷹在等著要吃午餐 我們還是走了吧 就走吧 好 動物園裡面的水 有水的地方 就會有動物會集中 那 所以 當車草的動物 喝水的動物來了 那 野生動物的猛獸 獅子 獵豹也會驚人到旁邊來 想要獵傻牠們 所以水源地 是個很重要的地方 那 這個是史瓦基蘭的飯店裡面的 高爾夫球場 所以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 國嶺跟前面的球道 的一個 就會有每一棟 每一棟就會有一個板子 介紹 這是第九棟 我的球是從這邊 從那邊打過來 然後那國嶺在這個地方 你要避過什麼水池 或之類之類之類 喔 比錯了 國嶺應該是這個地方有棋子 你在這邊要避開這個水池 要從這邊的 球道打過去 避開這個水池跟這個水池 要從這邊上達到這裡 它也包括距離啊 甘肅啊等等 很漂亮的木頭殼的 高爾夫球場 每一棟的解說 好 這個是標本的 在南非機場 那 終於有機會 親眼到前面摸著長頸路 長頸路會護小孩 其實很兇 我們在動物園裡看到的時候 吉普車道離牠很遠 三四十米之外 太近了牠會衝過來 很兇 把車子頂翻 牠的脖子超級有力的 這是我們家 我跟Candy 我們宿舍裡面 我們養了三隻大狗狗 牠們也長大了 牠叫Winner 牠叫Winner 牠叫Angle 牠叫做小蛋 魯小蛋 黃小蛋 牠叫Winner 狗花花的 牠超聰明的 又很勇敢 我們家的車 那家日曬太陽的時候 就是曬阿 曬車曬他 曬狗狗 我們家的車道的那個院子 斯瓦基蘭高速公路 然後 這在聖多美的時候了 所以是葡萄牙文的醫師服務 那這是其中一位病患 那 這是斯瓦基蘭的時候 2009、2010 我們住在那邊的宿舍 我最喜歡這個煙囪的 每年冬天的時候 就是 不是Christmas冬天 Christmas是熱的 在南半球是 是 是7月8月的時候很冷 冬天 那時候都要烤火 晚上睡覺 班人沙發在火爐前面 烤著火 生著火 才能睡 這是我們家的院子 我們家的樹 樹上有好幾棵樹 是avocado 酪梨 我超喜歡的 那 警衛 警衛都會 醫療團會幫我們請警衛 那警衛都會 摘得 快熟著avocado 然後把它擺到差不多熟來 孝敬給我們吃 很好吃 好 剛剛講的秘密就在這裡了 就在2009的12月6號呢 那天我們就在 住史瓦基南大使館裡面 由大使組婚幫我們辦理結婚典禮 所以從那天起我們就結婚啦 到現在12年囉 剛過第12年周年 那王室健檢的時候這段期間 2013到2009 在Matana Clinic裡面 就每一次健檢國王到了 我們就會由團長去 健檢團的團長去簡報 我們今天的節目菜單有什麼 抽血壓 身高體重 腰尾 血壓 還有針灸 還有牙齒 檢查 跟洗牙處理 所以我這時候就會去旁邊的診療椅 去把那些設備噴砂機器 把那些情況再檢查一遍搞定 然後把它鋪上龍椅 上面都寫M字的龍椅做好 然後迎接國王來處理 每次處理都需要三個小時時間 第一個小時是超音波 把壓解石清掉 第三個小時就是用噴砂機 把上面所有的黑黑都打掉噴掉 要花時間 然後結束完以後 然後國王就很開心跟我拍照 這是那一年2017的拍照 這次終於有一次我跟上了 有拍到 不是正在忙 我們到國王家的倒宅服務 2018年的時候我也跟上了 有 我在 然後也是全部結束完 國王跟團長們跟我們全團一家 全部我在這邊 中醫的我們的代主任 然後全部跟國王合照 那 這是國王的診所 的樣子 那後面到了 在聖多美的時候呢 聖多美一樣 大家都很喜歡拿的國旗拍照 這是Candy 我在這邊 這是朱子洪醫師 這是我們的 團圖秘書林建章 這是團裡的團狗 很小一隻超可愛的 脾氣很虐很可愛 我們都喜歡鬥他 常常在鬥他玩他 幫他洗澡 弄弄弄弄 他會叫他掙扎 會咬我們 然後等到突然 掙扎到一半 突然就倒地 不知 為什麼 因為他睡著了 力氣用完了 狗太小力氣不夠 所以這是我們在聖多美的醫療團 聖多美的 Paulina修妮婆婆 是個很可憐的故事 呃 我不能講到很唯美 很淒涼的故事 是很可憐的故事 那還寫在書裡面 他十幾年前 因為被蚊子咬 然後傷口 就沒有 包包破了 包包破了 就沒有完全好 就一直沒有好 一直到後來 那醫療團 我們到了之後 他就到醫療團找我們 他那個傷口要怎麼處理 你看他走的時候 那個傷口扭到 他會痛啊 好 那就每天門診 就幫他在門診換藥吧 那傷口很大 怎麼那麼大 都爛掉這麼大一個 然後就要紗布塞進去 四成四紗布塞兩塊進去 弄完 他出來 然後這樣動作做兩次 等於會用優點進去幫他清窗 然後消毒 然後再用紗布整個蓋起來 每天這樣做 那 放假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傷口還是會剩石頭會換 他在後面他也換不到 他說 那我們到宅吧 我們去家裡看 我們就開著車 團車 醫生帶著 替代義男 開著團車上去 他的樓梯還這麼高到他家去 然後婆婆說 等我一下哈 我在旁邊洗洗魚 洗一下馬上就回來 這他們家鄰居獨木舟 會把魚賣給他吃 他就在裡面煮魚 那我們就幫他換屁股 換傷口 換藥的時候 其實痛嗎 然後 頭婆就會唱 用葡萄牙語還是母語 應該是母語 就唱 西非的母語 我更聽不懂 他唱 有唱一段 然後 每次都會這樣 後來久了我就問一下我們的一男 他唱什么 替代艺南待久了 他们学葡萄牙语学会了 他说婆婆唱的是葡萄牙语 他在唱什么 圣歌吗 那艺南说 我下次仔细听听看 后来在换药完了以后 我们的朱子洪医师就说 婆婆他唱的是 他在咒骂上帝 他说上帝为什么让我那么痛 让我伤口那么难过 为什么让我伤口不好 我这么幸福你 为什么为什么 我说听得好可怜哦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圣多美的同伴 当地的学生 我们教他当牙科的助理 跟牙科的医师的训练 等于是医学生 就在那边待了他一年 教了他一年半 教他有关牙齿 跟牙科的 跟简单的口腔外科的处理 那这是他帮Candy的拍X光片 他做得很好哦 拍完以后我就帮Candy补了一颗牙 这样因为就蛀牙嘛 然后这是 这不是他太太啊 Izadi的他们两个伙伴 跟我们的病患 病患的女儿们 好 然后这是Izadi 他自己有牙痛 然后我帮他拔了一颗牙齿 顺便教他怎么拔牙齿 后来他学会了 学了好几次会了 手把手带他 就是他开始放他单飞 帮病人上麻药 帮他们病患拔牙齿 然后一开始就拔拔拔 最后他还是弄不出来 因为没信心害怕 我就在旁边用指头点他一下 牙齿就出来了 然后我说 你很赞 他也很开心 我成功了 他独立完成了第一颗拔牙 那旁边这位学弟就说 好羡慕哦 下次我也要 好那这是 这几张照片是后来 我离开圣州美 已经回到台湾的时候 医疗团员还在 当时团员们后来也会继续 继续就是照顾我们的Izadi 然后继续让他们执行业务 这个是中医师在圣多美做的雷射针灸 当时我没有同时遇到 好那圣多美的香蕉 圣多美的小朋友 大家都习惯用头顶的 就顶了好大一盆了 洗好的衣服 这是用针的针灸 用短针的针灸 刚刚这个是雷射针灸 那这是医疗团的 跟当地人的 这些都是葡萄牙的人 在那边当地的也是医疗的志工们 我们都也会一起合作 帮忙照顾小朋友们 那圣多美 我们看的雙片 一定当然是胶片嘛 台湾现在数位化不常看到胶片 我们在那边会看胶片 我们除了看胶片 我们还会对着太阳看胶片 因为它没有那个 那个view box 看灯 看灯 看片箱 这样看起来其实也不错 自然光不伤眼 看起来很好 好 放假的时候呢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我帮他治好了他的病 然后我会滑独木舟 在圣多美也想念滑独木舟的日子 所以就请阿什瓦德 让他的渔民朋友呢 我告诉他们 他们帮我建造了一艘独木舟 四支大牌 大竹筏连在一起 木头 然后上面有板子可以坐 然后呢 这边用个桨 这个桨也是独木舟的凯亚的双桨 一边有 一边也有 然后就可以 右滑左滑 右滑左滑 这是我背着 我的潜水装备 然后滑出去 去探险去 当然不敢弄太久 那 他们的独木舟 这个木头的名字 这个树的名字叫 Jaganda 这是咖啡山农庄 因为农庄主人 Antonio是我们的团长的 张团长的病患 他有 镰刀型瓶血球的疾病 他的腿上有伤口 会不容易愈合 那我们去他的农庄上面看他们 去参观他的农场 然后 刚刚讲的Ashwadol 片头一开始那位就在这里 就是我去他家里 也是家访 去看他说 诶 你的嘴巴张嘴情况如何 顺便去把我刚刚那招 加干打带回来 开车带回来 因为他们帮我建好了 那他们自己用的是 这样的独木舟出去 捕鱼 所以我说 来我来看看你们独木舟长什么样 啊 很漂亮 喜欢 不错 太大只了 而且只有单奖 这个我不会划 但他们就是用这个去补鱼 那他补到的鱼很大 然后后来买回来 直接让我们团里的护士做 鱼 做 鱼 西米 回国之后呢 回台湾之后 我的老师 李友专老师 就是帮我们一起推动 斯瓦基兰医学资讯学 跟 跟Lap Push的老师 他说 这个起立行从非洲回来 一直还在找 很像非洲的地方 那哪呢 就偏乡嘛 那 台北医学大学呢 在我们回来后 帮我们写了两本书 在盛多美时候 写了一个 在盛多美写了 爱在赤道零度 在斯瓦基兰的时候 又写了一个 白袍下的热血 不好意思 两本书 我都被写在里面 因为都是那个时候 在参访 发现到我们 那其中这两个内容 都被拍成了 Taiwan Can Help 跟一些短片 那第一个短片 我们刚刚看过了 那第二个短片呢 这个是我在斯瓦基兰的时候 看证的样子 那这一个短片呢 就是 这是廖团长 那一分钟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哦 这是 我们到斯瓦基兰 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 艾滋病高多 水电 然后我们要看片箱 然后我们去做电子病例 我们也教他们医学系 然后训练医生 他们必须要有本土的医生 他们医疗才会 才会起步 才会变得慢慢进步 所以就是对书本的介绍 然后后来到西非岛屿的 是圣东美可林西比 然后他真的是吃到国家 热带国家 很漂亮 他们的月籍 我们的防疫团去帮他们 那这是伤口的处理 刚刚的修女婆婆 这是我们的团长 这是外方医院的主治医师 这是当时的替代一男 处理伤口 小朋友们会不小心抗伤 从小长到大 这是梁医师 所以我们在那边 做了一些事情 又有一些伤口处理 眼科治疗 把内障处理 这是我们的林建章 这是我们全部团员 跟院长 这是我们的宿舍 这是台北区大学校长 这是第二本书 有兴趣 大家可以来找找他 来看看 然后呢 回到台湾之后 我去学了一下 林宏金医师 在芭蕾教兰院教我们 怎么样帮小朋友刷牙 帮脑性麻痹的小朋友刷牙 所以呢 他们因为 能力OK 头脑OK 但是肢体运动不OK 无法配合 而且会紧张 所以通常嘴巴会咬很紧 那所以 去上课第一天早上 林老师就说 你们今天一天的课 早上绝对不可以打课睡哦 上次就有个医生 上完课打课睡完 下午在做练习的时候 就被病人咬到了 听我们就行了 好好好 继续 听得很仔细 其实林指言则很简单 你这手指头就有一只保持弯弯的 然后进去把嘴唇拨开 然后从后面抱着他 安慰他 用牙刷慢慢刷牙齿 这样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后来这招学起来 我在到宅的时候 或者是帮我的父亲 也可以帮他刷牙 父亲在过世前最后两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跌倒中风 然后就被放在机构长期照顾了 他不认得我 他只觉得这个Candy是他女儿 他觉得我是女婿这样 然后当时也曾经住在 官方医院的楼上 楼上的机构 安养机构 然后常常可以推他到农园里面 然后拔花给他 然后看看他 然后 从那时候开始 2015年开始 我有接掌了 盗宅牙医 盗宅医疗这件事情 他做什么呢 就是一样 当他的脑部不行 下肢不行 出门不方便或者手不行 无法配合 可能是失智中风 年纪大 也可以是脑性麻痹 或癫痫患者 或者是见动人的患者 我们就会到家里去 安排到家里 带着设备 有一样啊 有洗压机器啊 有 suction抽水的机器啦 也有 还要量他心跳血压 然后 然后大家围绕着他 用爱心围绕着他 靠着他 然后帮他做 处理 做洗压 做清洁 甚至还会把牙 还会教他们家人 怎么样帮他牙齿刷干净 像这个就是 交给他 你的指头弯弯的 伸进去拨开 小心家属在旁边 会看着跟拍下来 所以我们要怎么照顾他的方法 是这样做 然后 然后当 当 在宅的 老人家们有很多状况 我们会看情况来做 帮他刷牙 他意识清楚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 弟弟啊 来我们来帮你刷个牙哦 你嘴巴脏一下看看哦 来后 一样 手指头弯弯的 伸开进去 帮他慢慢刷 那如果那个中风玩意识 朦胧不太理人 还会躁动那种的 那没关系 我就很冷静 然后也是跟他说 来吧 爷爷我们来刷牙吧 然后从他脸开始按 按摩他的穴道 按眼睛 按眼眶 按嘴巴 按鼻子 这时候他都不会抵抗 摸到嘴巴开始接近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扭来扭去 这时候呢 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把指头弯弯的 把他伸进去 助手照光 然后助手帮忙suction 帮忙照 帮忙处理 帮忙刷牙 这一套都要交给他们的家人 他会拍摄记录下来 然后每天练习的帮他刷干净 这是在宅的老人家病患们 最欠缺的一件事 好 这就是其中一位在宅的爷爷 那我再把它画 画起来 你看他也有尿袋 也有鼻胃管 然后卧床在这边 然后床上也会装电动的气垫床垫 这样一个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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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垫子 会随着城市设计 气压会改变不同 一二三四五 所以每次会有个一会没气 等一下是四没有气 再来是二没有气 互相交换 来减低他病人背上的 被压出窗压窗 precious sword的那个机会 当然他的照顾者还要每个两个小时翻身帮他翻一次 因为他自己不会动 定在一个地方不动的地方 就会压出皮破肉绽会受伤 那我帮他画画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爷爷他的这个窗子 外面很漂亮的 他的窗外都在 可是他窗子在头这边 他永远看不见 我在心里中脑海中就想说 如果他的窗子存在这边 他外面的花跟树好漂亮 他看到的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 因为他身体被关在里面了 好 所以2015年我们第一次的盗宅就在基隆 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位奶奶 神佛也在看着他我们 我们就围在轮椅中 围在这边帮他做刷牙 帮他做超音波洗牙 他是个相当萎缩的婆婆 他从13岁就发病 到他现在60岁 50年了 他妈妈都快90岁了 就这样一直照过到头发比他还白 两个都白了 所以我每三个月会去家里看他一次 还有一位病患他 这位是住在八斗子渔港 他的楼层很高 所以每次我就会跳到他的阳台去 到了卸下装备 然后顺便跟他讲 拍给他看说 你们窗外今天八斗子很漂亮喔 那个渔港还有外面的那个 基隆宇也超级漂亮喔 在这里 拍给你看你看 就是这样 天气不错吧 他因为脊椎有长癌症 骨头里的癌症 他站不起来 只能躺在床上 顶多是坐在床上 就没力气 好 这位是我们北医药学区的正学长 他是 健动人的病患 然后我们也就定期三个月去家里 他也只能躺著 嘴巴完全张不开 因为肌肉没有力气 我就帮他刷牙 帮他用超音波洗牙 这是八斗子 这次八斗子里港的实际状况 这是我们带的装备 心跳 血压监测仪 跟一个行李箱 每车 三个人去看他们 好 那刚刚我前面问的咯 开发中国家中南非南部非洲 传染病最多的是什么 不是HIV最多 是肠道寄生虫最多 那这种肠道寄生虫 他不容易传给医护人员的 不容易的 那HIV有没有容易呢 你只要不挣扎就不会啊 那 可以治愈的也就是肠道寄生虫 当你检查出来以后 吃了正确的抗生素 然后就会好起来 那 呃 这十年来 北一有团队 范家坤老师的寄生虫团队 每年定期会去 斯瓦基兰森作美 去帮他们检查小朋友 普查 他们有没有换肠道寄生虫 然后根据验到了虫子的种类 去建议有效的抗生素 去发给他们 让他们吃 所以 然后这几年慢慢来 下来 再配合安全的饮水 就是我们打的井水 跟肠道寄生虫的检查 跟头药 所以他们小朋友 在五岁以下的死亡率 因为肠道寄生虫 拉肚子 脱水的状况 就有渐渐的减缓 比较好 进步很多 所以他们就会跟我们说 斯瓦基兰人看到了 台湾的医生们都会说 非常非常谢谢你 那到了葡萄牙 到了圣兜美的时候 他们就会想 那是葡萄牙语 一样的意思 好 那我们故事大概就结束到这边 两个国家三年的事情 这包括回来以后 到了基隆暖暖的到宅的故事 那 这个画面的QR Code 如果有兴趣想跟我们交交朋友 这是我的Facebook ID 可以把它留下来 那 想要给大家说的一个结论就是 我很庆幸 在我还够年轻的时候 我到了非洲医疗团 那 这三年 改变了我一生 对生命 对医疗 对照顾 对全人照顾 关怀的一个看法 那 台湾有全民健保 真好 因为 刚刚没有特别讲的是 很多病患 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几乎是全部自费要看的 社会骨折的病患 有时候来我们门诊 看到了 X光拍完 然后 看起来准备要手术了 但是 接下来要开药 让他止痛 还没排到手术日期 他 没有钱可以买药 那 但是 又还 下个礼拜才住院 所以他就只好先 回家去 那他痛啊 痛的回家 有时候我们的人自己去 掏药包買个药给他们 止痛药回去 好 回家 回家完 下个礼拜再坐车来 然后再看一次门诊 然后就可以住院了 因为排到手术的日期了 一旦住了院以后 他除了伙食费以外 其他的手术麻醉药 全部都是免费 所以重症是被他们保护 很像英国的公医制度 那但是不是重症 一般门诊 是全部自费 所以 没事不要看病 有事情 需要看病 也需要花车钱 也需要花药费 也需要花检查费 检查 如果钱用到一半 用光了 那就只好赚点钱 下次门诊 回来再继续检查 变成这样 所以全面健保 这件事情 真的保护了很多很多的 一般大众 让大家可以比较健康 那偏乡跟原水 原水很远很远的非洲 很远地球很远的水的一方 天之一方 这些地方对我们在 比较现代的医疗的环境当中 医院的环境当中 都会觉得那些地方都很远 南非很远 台东跟偏乡也很远 基隆也很远 甚至有时候在 台北医学大学旁边无心街 楼上也有困在里面 没办法下楼的中风的病患 再宅的病患 他们到医院的路也很远 所以这些远的地方 就需要靠我们 走过去来帮他们 那也可以发展新的科技 跟医疗科技 医学资讯科技 所谓远距医疗的方法 来帮助他们 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我讲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聆听 下次见